清朝的爵位制度基本成细于明朝 但是与明朝又有不同 最大的不同就是 清朝的皇室封爵分为辱八分和不辱八分的区别 最典型的封爵就是奉恩镇国公 奉恩府国公和不辱八分镇国公 与不辱八分府国公 这两个级别 那么你知道辱八分和不辱八分的区别吗 本期大学士带你聊聊这个话题 清朝的爵位分为宗室 蒙古贵族和外姓功臣爵位 其中辱八分与不辱八分的封爵 是清朝的皇室封爵 皇室封爵共分为十二等 分别是和朔亲王 多罗郡王 多罗贝勒 古山贝子 奉恩镇国公和不辱八分镇国公 奉恩府国公和不辱八分府国公 镇国将军 府国将军分 奉国将军以及奉恩将军均分为一二三等 再加上亲王世子和郡王长子 这两个附属于亲王和郡王之下的爵位 共有十四等 从不辱八分镇国公和不辱八分府国公以下 均属于不辱八分的封爵 清朝的皇室封爵制度 虽然基本成细于明朝 但是在传承规则上 又与明朝不同 清朝为了防止皇室宗亲的权力地位过高 威胁到皇权 又为了节省宗室的财政开支 因此 清朝采用的是世袭帝将的传承规则 比如父亲是亲王 儿子的爵位以郡王成袭 孙子成袭的爵位就是贝勒 逐建帝将 当然也不是一将再将 如果祖上是和朔亲王的爵位 帝将到奉恩镇国公为止 不再降级成袭 波罗军王家族地将到奉恩 horribly公为止 波罗贝勒家族地将到不入八分镇国公为止 故山贝子家族地将到不入八分府国公为止 奉恩镇国公家族地将到镇国将军为止 奉恩倍普大公家族地将到府国将军为止 不入八分镇国公家族地将到奉国将军为止 不入八分府国公家族地将到奉恩将军为止 当然 满清只有12家世袭网T的铁帽子王 不用将级席决 从这些长期封决规则也能看出来 辱八分的封决都属于是中高级封决 不辱八分的封决属于中低级的封决 因此不辱八分的封决 实际上就是为了配合世袭递将的封决规则而设立的 辱八分封决和不辱八分封决的主要区别 除了收入不同之外 还有外在的八种特殊待遇不同 作为典型的就是奉恩镇国公 奉恩府国公和不辱八分镇国公与不辱八分府国公 这四个爵位上收入都是相同的 所不同的就是八种特殊礼仪和待遇 分别指的是朱伦 紫江 宝石鼎 双眼花铃 牛角灯 茶搭子 马座入和门丁 清朝的身份等级制度比较森严 不同身份的人衣食住行的礼仪和待遇也不同 所以这八种特殊礼仪待遇 在清朝被称为八分待遇 朱伦指的是畜行的马车用红色的车轮 在清朝明黄色属于只有皇帝可以使用的颜色 因此明黄色也是清朝最为尊贵的颜色 在各种颜色中除了明黄色 就以红色和紫色最为尊贵 因此在清朝普通人不能随便使用红色车轮 只有向获得入八分风厥的皇室成员才可以使用 紫江指的是紫色的马江绳 就像上面说的除了明黄色就以红色和紫色为尊 因此普通人是不能随便使用紫色马江绳的 只有获得入八分风厥的皇室成员才有资格使用 朱伦和紫江都属于和初行待遇的区别 宝石顶则是指的官帽上的顶子 清朝一品官的官帽上顶子为珊瑚顶 而清朝的皇室宗亲风厥 入八分以上的都属于超品级的爵位 因此这些风厥的人官帽上的顶子都是红宝石顶子 比珊瑚顶更加高贵 而不入八分风厥的官帽顶子 则都是配一品官的珊瑚顶 双眼花铃指的是官帽后面插的那根羽毛 这只羽毛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一般官员佩戴的都是羽毛 而王公贵族或者朝廷重臣是要佩戴孔雀的羽毛 并且还带有类似于眼孔的花铃 在花铃之中又分为单眼花铃 双眼花铃和三眼花铃 其中以三眼花铃最为尊贵 通常不入八分爵位的皇室宗亲都是佩戴单眼花铃 只有入八分风厥的皇室宗亲 才能佩戴双眼花铃或者三眼花铃 在清朝一般的外姓朝臣是很难获得佩戴花铃的资格 只有能力强 功劳高的朝廷重臣才会获得佩戴花铃的资格 不过通常朝廷重臣即便获得佩戴花铃资格 也只能是佩戴单眼花铃 康熙时期 福建水师提督师郎帮助康熙收复台湾 以收复台湾的军功被封为靖海侯 在封爵之后 他上述康熙 拒绝接受靖海侯封爵 他居然对康熙称 愿意用靖海侯封爵换取佩戴双眼花铃的资格 康熙看到他的请求之后 念在他有收复台湾的大功 于是不仅册封他为靖海侯 还特意允许他佩戴双眼花铃 从他这也能看出来 一个双眼花铃居然值得他去用侯爵换取 可见佩戴双眼花铃 在当时的地位有多么尊崇 纵观整个清朝历史 外星大臣获得佩戴三眼花铃的人 也不过只有七人 佩戴双眼花铃的外星大臣不超过二十人 毕竟佩戴双眼花铃 在清朝只有中高级皇室风厥的人才能佩戴 象征着身份地位的尊崇 宝石鼎和双眼花铃都指的是官帽上的佩饰 属于福官仪容上的待遇区别 牛角灯指的是夜晚使用的射灯 茶搭子指的是给水壶保温用的东西 相当于有暖壶的功能 马坐入植马安培下垫的一层柱子 这些都属于是出行待遇上的区别 门钉指的是家宅大门上的钉子 清朝有着森严的等级身份 身份等级不同 家宅的门钉数目也不同 皇帝居住的紫禁城中大门的门钉数量 都是九行九列八十一颗 亲王家中的门钉数量则是九行七列 六十三颗 郡王道奉恩府国公封爵的门钉数量都是相同的 全都是七行七列四十九颗 而不入八分封爵的门钉数量也都相同 全都是五行九列四十五颗而门钉的数量 属于住所方面的待遇区别 所以从这些可以看出八分待遇 包含了衣食住行三方面 也是从这三方面 可以直观地区分出爵位的高地 除了这八分待遇区别之外 还有在平时国家大兴典礼上 入八分封爵的 可以站在皇帝身边 而不入八分封爵的人 只能跟随本七七主战一起 他们没有资格出现在皇帝眼前 再者就是不入八分封爵的皇室宗亲 几乎很少在朝廷中兼职差事 他们的权力和没有封爵的闲散宗室 几乎差不多 只不过收入高一些 入八分封爵的皇室宗亲 基本都在朝廷兼职差事 而且必须住在京城 没有皇帝命令 不得擅自离京 而不入八分封爵的皇室宗亲 则可以随意定居 在清朝并不是所有皇室宗亲 都能获封爵位 否则也不会出现 没有任何封爵的闲散宗室 清朝的皇室封爵 获封途径主要有四条 分别是攻封 习封 恩封 和考封 攻封指的是以军功封爵 比如清朝开国初期的八大铁帽子王 诸如李亲王戴善 瑞亲王多尔滚 与亲王多多等人 他们都是在清朝开国初期 立下赫赫战功的皇子 所以他们的封爵 获得世袭罔替待遇 这就叫攻封 当然 即便皇室宗亲立下赞功 也得看与皇帝血缘关系的远近 如果血缘关系近 很容易获封入八分的爵位 反之基本都是获封不入八分的爵位 习封指的就是父子传承 父亲去世 儿子按照世袭递将的规则 继承爵位 但是要知道 古代可是妻妾成群 儿子也众多 那么只有一个儿子能成其爵位 其他儿子想获得封爵 就得走攻封 恩封和考封三条路了 恩封就是指皇帝单纯的喜欢你 找理由封给你爵位 当然 能获得恩封的人 基本都是皇帝近亲 而且一般恩封的爵位非常高 都是入八分的封爵 毕竟皇帝恩赐 不可能封不入八分的低级爵位 清朝十二家铁帽子王中 最后四家铁帽子王都属于恩封的 比如初代遗亲王印象 他是雍正皇帝的弟弟 由于帮助雍正夺位 因此雍正继位之后 对他是非常喜爱 直接册封他为遗亲王 并在他死后 基于世袭网替待遇 这就属于是皇帝恩封的爵位 在清朝 不是每个皇族成员都很有好命 没有兄弟竞争 直接继承父亲爵位 或者还能到战场上捞军功或封爵 再或者像印象这样 与皇帝关系那么亲密走恩封的路 通常属于绝大多数皇族获取封爵的途径 就是考封 考封指的是皇族成员通过考试获取封爵 也被称为皇族科举 清朝的考封制度非常严格 主要考察皇室成员的满汉文翻译水平 起码射箭和步行射箭三项 而考封也是有着自己独有的规则制度 考封能考到什么封爵 是有一个基准值的 这个基准值就是以皇族成员的附近爵位为参考 按照清朝的规矩 和朔清王的敌附近所生 除了敌长子之外的其余敌子 想通过考封获取封爵 最高只能授封 不如八分辅国公爵位 而想获封子爵位 需要他三项考试全优 才能顺利获封 如果两优一平 就将一等乘其爵位 如果一优二平或二优一列 就将二等乘其爵位 如果是一优一平一列 就将三等乘其爵位 一优两列 两平一列 一平两列集全列者 那就不用想着要封爵了 就得直接停封 变成贤散宗室了 如果附近的爵位 是最末等的凤恩将军 或者是贤散宗室 他们考封成绩全优 最高也就只能获得 凤恩将军的封爵 如果成绩差一些 则会获得其都位 或者云其位 这两个爵位 通常是清朝抚恤 因公殉职的烈士子嗣 或者给一些立下军功的 外姓大臣子嗣的封爵 此爵的收入待遇不高 只相当于五六品官的收入待遇 清朝入八分以上的封爵 都属于是超品封爵 收入待遇非常高 不入八分的封爵 从郑国将军到凤恩将军 相当于一品至四品官收入待遇 而清朝的闲散宗室 在乾隆帝之前是没有收入待遇 由于他们没有收入待遇 在乾隆朝过的穷困潦倒 乾隆觉得他们给皇室丢人 特许他们穿戴 从四品五官的朝服顶带 配戴黄带子的近亲闲散宗室 每年领取36两银子 和42湖米的粪墓 配戴红带子的远亲闲散绝罗 每年领取24两白银和21湖米 算是给闲散宗室发放的一笔低保 但是这笔钱也不够他们花销 所以很多闲散宗室 都努力通过考封 获取封爵来提高收入待遇 改变生活质量 在清朝很多皇室成员 考到四五十岁 还在继续努力考试 属于正常现象 可以说考封是清朝激励 皇室成员的一种独有制度 清朝的皇室封爵制度 相比于其他朝代还是好了很多 能有效地遏制皇族成员数量过多 成为国家财政的负担和累赘 在晚清时期 整个皇族成员中能获封爵位的人 仅为总人数的6.3% 这些获封爵位的人中 获封不入八分爵位者 占比为75% 也就是说 有93.7%的皇室成员 是没有封爵 只是闲散宗室 即便获得封爵的皇室成员 大多数也是中低等爵位 所以这就给清朝的财政 节省了很大一笔之处 相比之下 清朝在控制皇室成员封爵这一点上 做得要比明朝好得多 明朝就因为没能有效地 遏制皇室成员封爵 导致了在明末时期 皇室成员人数非常多 其中还有很多人 获得较高的封爵 给国家财政造成了很大负担 导致明朝在军费开支上捉襟见肘 最终数量庞大的皇室成员封爵开支 成了拖垮明朝的因素之一 因此从这些可以看出来 清朝设置不入八分封爵 就是为了配合世袭帝将的封爵传承规则 让中高等爵位 可以每一代人往下降级成袭 要知道 霍丰亲王和郡王 这类高等爵位的人 基本都是皇帝近亲 他们对皇权的威胁是很大的 他们的封爵不能世袭罔替 就能削弱他们的子孙 对皇权的威胁 而不入八分封爵都属于中低等爵位 收入待遇远不如中高等爵位 这就能给国家财政节省一大笔开支 可以说 清朝的这种封爵规则 是既削弱了皇室宗亲对皇权的威胁 又给国家财政省钱 属于一举两得的高明手段 如果明朝采用此法 可能还能延续几十年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各位观看 我们下期见